能夠一次來做編主 那當然這個是有待未來後續的政府來執行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能夠結合在地產業 不管是各部落文化也好 或者是地方產業 地方經濟 整個的一個整體的觀光大道的一個形態 而不只是單一的這個馬路的拓寬的工程 但是最後還有一個事情 我想特別向院長表達一個抗議跟不滿 就是原住民族的博物館來作為一個選項 從來都排除將花東排除在外 從一開始評估到現在你們的核定 就一直是設定在北部人口密集的這些區塊 那你們所核定的地方 你們把原住民族博物館放在新北市 已經人口非常密集 而且有其他相關的資源 包括陶瓷博物館 包括三峽老街 包括整個運動公園的建制 已經有這麼多這麼豐富的觀光資源 而且也塞車塞的不得了 你們還要再將這麼珍貴的一個原住民族博物館放在那裡 一方面這個就等於是把這個有點像把台灣歷史博物館把它放在日本一樣 因為那裡人口比較多 因為那邊經濟條件比我們好 可是他離開了他原本在的一個環境 他離開了原本的土地 那事實上我覺得花東之間像花蓮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級的博物館 我一直認為玉里他像他土地有廢棄的營區有相對適合的這個空間 你像故宮南院他的本質就是一個分流的工作嘛 你把你把一個台北過度擁擠的故宮的一部分的遊客讓他可以到南部去 然後讓台灣整體的觀光資源更為平均 但是我們在考慮花東地區從來不把他納入一個整個評估的範圍之內 一開始就把他給排除在外 所以院長對這個整個評估的一些假設的問題跟這個流程喔 我在這邊要跟你們表達一個抗議啊 了解 那我還是希望這個能夠有重新 謝謝小委員 謝謝張院長 15分鐘 主席好 有請院長 張院長 那也有請主委 夏主委 夏主委 市立委好 院長好 主委好 市委好 其實我之前好幾年前有機會 那時候主委還在紐約工作的時候 我有機會那時候去開會的時候 有去